总共有三章 那原本按照我的规划 这三章会放在四课里面 后来我想一想 说既然三章 那我们干脆就一个礼拜一章 然后最后一个礼拜 我们来上菲利门 因为如果不上菲利门的话 以后我们可能没有机会 因为菲利门不可能上十二个礼拜 所以我想菲利门只有短短二十五节 那我们就会再一次 然后把菲利门书 它的基本的一些意义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我们九十十一十二 总共四课 那这四课我们就来研究 提多书跟菲利门书 那关于提多书的一个简介 我们在第一课已经有讲过 那所以请我们去翻开 我们第一课的讲义 我们在此就不多做叙述 那么这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一封信 那这封信非常非常的特别 应该可以说是保罗在所有书信里面最特别的地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开始 你会发现保罗的自我介绍 一开始的自我介绍就读不完 你知道吗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做上帝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 然后的保罗 然后写信给谁 可是你一看提多书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光是他的自我介绍 好像就写不完 在我去看希腊文的原文 要翻译很难翻译 能够翻成英文跟中文 这个是非常的厉害 才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他是一连串的 好像没有逗点 没有句点 那一串这样串下来 然后就做了他的自我介绍 好我想我们现在先来看提多书的第一章 一到四节 我们把他的自我介绍讲完之后 接下来再来看他书信的内容 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 来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 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 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所以从语意上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保罗 他不再只是做一个身份的介绍 如果是身份的介绍 就是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这样就好了 但是他接下来除了 他自己的身份的表述 还加上他的使命的陈述 他也让提多知道 我身上背着的是什么样子的使命 然后这样这个使命呢 今天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是我们的救主托付了我 照他的命令托付了我 我现在写信给提多 写信给你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责任 之前这位上帝在基督里托付给我 而我可能来去不多了 所以我现在要托付到命的身上 所以提多是保罗很重要的后辈 提摩太的仪式 如果按照时间序来看 应该是提多是师秀 提摩太是师弟 因为他们有讲到提多的年轻 他有讲到提摩太的年轻 所以提多应该是 在保罗的很早期的步道里面 就已经跟在保罗的身边 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提多 好 那么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 的使徒保罗 所以在这边首先要是描写 他是治老主的奴隶 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 或者是奴隶 当你谈到仆人或者是奴隶 那就表示他完全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的人 他就必须以他所侍奉的对象 为他意志的缘口 就是他必须以他的主人的意志 为自我的意志 而他的人生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完成主人的意志 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简单 所以这种人其实是非常单纯的 就像我现在在每个社中心 大老师 我教了一个班 那个班有课的也 那个班有两个学生 两年来穿的衣服 都一样 都没有来电 也就他们每一个礼拜来上课 他们每一天来上课 就是每个礼拜四晚上 每个礼拜五晚上 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下午 我们有一个班 祭修部 他是用礼拜四晚上上课 礼拜五晚上上课 礼拜六的早上下午上课 这样读两年就可以拿到一个学位 所以很多人来读第二个学位 又增加社会工作的知识 还有社会工作的专业 好 那这个理学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这两年来 他们六个月就要毕业了 再过一个月就要毕业了 他们每一个礼拜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穿的是同样的礼拜 为什么 因为一个叫修御 一个叫法师 一个是佛光山的法师 一个是天主教的修御 有没有 所以他们的法师当然 除了什么 除了衣服一外的一样 一外的法型也都一样 那位修御呢 她就是穿着她的绘衣 而且她的头一定包起来 所以我到现在没有看过 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她的头发型为何 我都不知道 有她还是没有她 有染还是没有染 都不晓得了 因为自从我认识她以后 她都从来看过她的头发 也全班没有人看过 这就是她们的制服 这样子的人 好像看起来很单调 但是她的生活很单纯的 她出门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我没有烦恼 说我今天要穿手衣服 你刚刚出门的时候 有担心一下吗 有稍微想一下 我要穿手衣服吗 或者是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你就会问自己 我今天早上下午晚上 我今天早上要做些什么 好 我就选择什么样的衣服 或者是我早上做的事情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我就 可能就穿一些居家的衣服 那如果晚上要参加场经班 我就要穿正式一点的衣服 对不对 所以当你自由一致的时候 基本上会带一些的烦恼 那些烦恼 因为它有自由一致 就是让你选择的空间 然后如果当你说 你是上帝的仆人 是上帝的奴隶的话 好 那这个时刻 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选择的空间 就是上帝叫人往东就往东 叫人往西就往西 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 好 我们得到的命运 我们就是使命必达 好 所以成为至高上帝的狐狸 从某个角度 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但是这样的生活 也是非常的单纯 因为他只要完成上帝的命运就好了 然而他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尊贵跟荣耀的身份 好 那么后来他用要说他是 全能者 主的使者 全能的主 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 那个使者就是宝 就是使徒 好 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 使徒是什么意思 好 那么 虽然应该一开始他提到的是 顺服 其次提到的权柄 顺服就是 你作为上帝的狐人 那你必须顺服你的主人 你作为基督的使徒 那你就拥有使徒的权柄 你被交付某种的权柄 为了是要完成某种的事 这样子 那么在各个承担上 保罗成为仆人 在善意的任命上 他成为使徒 我相信今天也这个 也放在我们一位传道者的身上 当我们成为一个传道者 别人叫你传道 或者叫你牧师的时候 我们就要晓得 我们的身份是仆人 那仆人必要顺服 我们另外一个是仕途 因此我们也拥有某些权柄 而有权柄的人要非常小心 他必须善于利用权柄 而不是任意的利用 善于利用和任意利用 会有天长之品 善于利用权柄的话 那么接下来 可以照着上帝的家 任意使用到最后高抬自补 结果最后就惹过上神 好 开始保罗说出他的身份 以及做出他的权柄 接下来呢 就说凭着上帝选民的信心 跟敬虔真理之事 那李正宗一本 这句话翻译了说 我这个是为了 叫上帝拣选的人相信 并认识敬虔之事的真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李正宗一本它是讲说 我作为上帝的仆人 我作为利用基督的使徒 是为了教上帝拣选的人 可以相信 并认识敬虔之事的真理 那新一本把它翻译为说 这是为了上帝选你的信心 和那何物尽全身的知事 这种地方其实都比何本 更能够要打原文的意思 就是说我作为上帝的 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这样的身份 有一个 我这样的身份跟定位 我有一个目的 我是朝向的一个目的 好 那我们这里开始说是 朝向一个基本的目的 基本的目的 好 那基本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 要叫上帝所拣选的人相信 所以这就叫做传福音 所以加强神选民的信心 上帝的选民会需要 他的信心必须被监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凭着上帝选民的信心 前面用的是过去时代 但是教育 除了传福音之外 第二个人就是教育 第二个目的 那加强他们身体的知识 用的是现在时代 那本节是对马太语 二十章 二十八章 第二十节的唯一 有没有 二十章的二十节 你们要去以外民座的人 奉父子圣灵的美 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登附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有没有 所以一方面是传福音 传福音 让他们相信 接下来呢 相信之后 就要照着 耶稣基督所分布的句 今天大部分的教会 或者重视传福音的教会 他们都是强调的前半部 没有强调后半部 前半部 他们又进诸般的识会 然后要把他们担心教会 是没有错的 你们要去以外民座的人 这是没有错 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那些很认识传福音的人 就会指责某些教会 你们不认识传福音 对不对 好 但是这问题来了 这些教会他们 重视的前半部 没有重视后半部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那如果是这样 耶稣基督所吩咐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去遵守的这些命令 是不是很严格 非常严格吧 你们若爱我 就要遵守我们的命令 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人的 所以耶稣基督说 如果你们 反我所吩咐你们的 反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 everything all 全部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如果你们这样做 我就常与你们同战 直到世界的末年 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取得上帝的同战 一方面要去做上帝的工作 一方面要很忠诚的 把上帝的花交流 所以为什么 我在这边强调说 如果你要做这个常道的人 你就要正身去祖神学 就要到神学院 好好地被邀请 当然可以自修啦 不是每个人都是喝自瓶 你知道吗 不是每个人都是喝自瓶老师 这个人不需要去祖神学院 他说刚刚做在神学院课 那个老师可能就 闭嘴不太肯上课 不太肯上课 但是他很正正的在自修 自修圣证明 他对圣证明 读过来 翻过来翻过去 翻过来翻过去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哲学跟神学方面的书籍 他也做非常广泛的设业 就是说表示说 他是可以自修的 那我们想 我想说有这样的人 并非我们成人都是这样的 就像王勇青没有读多少 是不是一样算大钱吗 最精神力就是 郭台湾没有读过少数啊 你看他讲话就知道 他没有读过多少数吗 他好像只有中国海传 毕业 对不对 所有 我就问了每个人的同学 你们每一个简历 都比郭台湾很高 所以其实说是说穿了 但是你要到他的公司去工作 你还没有资格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 台湾有几个郭台湾有几个郭台湾 台湾有几个郭台湾有几个郭台湾 对不起 只有一个郭台湾有几个郭台湾 然后一个郭台湾 不是吗 也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们用特地来说明 那是不太对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真心 要做上帝的仆人 那么我们在神学院 两年 三年 这些时间是值得 值得付出的代价 付出的代价 好 那么这会是 因为我们要讲 因为上帝的话 毫无保留的 非常真诚的教训 教训他们做出手的话 所以你们一方面传回给万民听 那一方面呢 也是要把真理的知识 让他们认识 然后接下来呢 盼望他很广义的上帝在万民 这些所应许的勇者 第三个季接着 还有一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 是盼望 盼望什么 盼望所应许的勇生 那就是将来的使坛 所以过去 就是一种传福音 然后现在要加强 要教育 然后接下来 要盼望无畏 所以呢 这就是 使徒保罗 在显信给 给那个提多的时候 这个地方所表述不来 就是以前我穿的福音 现在我在加强 不断的加强这些 信徒他们对真理认识 然后过我的生命远眺未来 盼望那个所应许的勇生 而这个应许的勇生 是上帝说的 而这个上帝是 没方便才说的 所以要表示这个定语 是坚定而可信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那些里面的 一些主要的几个字 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选民 这个选民就是来自 上帝亲自的选选 由上帝亲自选的 才叫选民 所以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 被上帝所拣选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被上帝所拣选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罪不经得赦免 所以我们也是选民 那真理的知识 知识有许多的知识 但是关于真理的知识 主要就是指上帝所启示 有关祂的救赎的计划 祂的旨意 救赎的计划跟祂的旨意 以及生命之道的各种知识 这个就叫做真理的知识 这个真理一定关于 得救的真理 各种真理 那这个真理也是包含了 上帝的智慧 彰显在祂的救赎计划之中 那保罗也曾经说 这样子的一个见识时 是以前所隐藏的 然后到后来才让祂知道 于是祂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特色的启示 然后在这个时代把它发扬出来 让所有的人都想 好 那这个敬虔 有讲到这个敬虔 真理的知识 敬虔就是使人没有心高其傲 那么否则的话 得到真理知识的人 得到知识的人 常常会非常地高昂 盼望就是使人的眼光朝向永恒 于是乎这两句话 它就说明了 我们的得救 是来自上帝遥远以前的前选 在还没有创造世界底先 有没有 然后上帝就爱我们 就前选我们 所以我们说怎么可能 我们就还没出声 对不起 在上帝 社会上帝完全不受时间的限制 而我们是在时空之下的 有限的存有者 而上帝超越时空 所以上帝我们才有过去 现在 未来 对上帝而言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没有未来 对上帝的得也就是永恒 永恒 对我们有限的人而言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好 那么我们的得救 来自遥远以前的检选 如今得到了关于得救的真理 我们可以盼望将来的有生 而这个有生 是万古之前所应许的 好 那这个万古 那是谁应许的呢 是这个不说谎 无谎言的上帝 也就是说保佑特别强调 给我们的应许的这一位上帝 是不说谎的 所以呢 他的应许必然实现 这个很重要 而我们不会说谎 我们是会说谎的 我们常常说谎 如果人不说谎 那就没有人贵的 在婚姻的祭坛上面 在婚姻的祭坛上面 常常提到了什么 常常提到了 你是不是爱他 在他无论生命 无论富贵 无论贵穷 无论什么 你都要一生的爱他 我们都说是 是 是 有没有 那美国人 有哀度 哀度 难度 有没有 那我们就发现 有一个名姓叫 汤姆克鲁斯 他已经前三次婚 又第三次婚了 不知道会不会 前一四次 我就发现 汤姆克鲁斯的哀度 很延价 而且他每次的哀度 有效期限都不差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就是人 所以我家里有个书 叫做什么 《婚礼祭坛上的谎言》 《婚礼祭坛上的谎言》 也就是说我们在 婚如此神圣的 神圣的祭坛上面 我们竟然说谎 对 说谎 那事实上那本书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 keep my word 要抓住我的应许 我要follow my promise 我要追随我所沉默的 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件事上 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 像我早上在诺文之家 诺文之家上路 我们就能告诉他们说 一个人的旧 从要认罪要悔改 还要悔改就是 我们在理智上知道 我们过去是错的 知道是过去是错的 然后在情感上 我们为过去的错 我们回到冒回 有没有 接下来在意志上 我必须立志 离开那些罪恶 然后进入 进入一个新的政界 最违感 就是一种状态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我就说来 那你们呢 你们觉得做得到吗 我说立志要改变 告诉你们 全世界你们是专家 对不对 而且喝酒 每次喝都最后一杯 每次要吸的时候 说这是最后一杯 每次要吃的时候 这是最后 最后 每次到最后 把真言彼此 这是最后的死者 你必须随 他们必须 我以后再也不要 再也不要 所以我就说 你们以前所立志发行的话 全球都屁话 对不对 然后打个脸 打个脸 就要他 对 所以其实 这为什么 因为你们 你们的所有 你们两个 最有所谓法 你所有的承诺之语 都是法 都没有 除非你从最终 得到失法 一个最终 得到失法的人 经历了上帝的爱 奥违自己的过去 他要用他未来的生命 回应上帝的爱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立志 才有个可能成真 成真 所以其实 对上帝来讲 就是我们是一个 伟大的奥迷的计划 他对我们而言 从一个备议之语 然后走着向永和 从一期成立 要到 全然抢受 这条路 其实非常艰难 要走的 OK 所以就讲到说 诶这个 他 听着上帝学员的信心 进行真理的知识 看望了五枉年的上帝 在万物之间 所逆许的永生 然后呢 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写明了 他到了日期 就是指 在合宁的时候 在合宁的时候 上帝计划中 一切的大事 都会在他所命定的时候 发生 极致时候满足 神差 他的儿子降世 有没有 当时候满足 时间满足 有没有 我们中路会的 那一半 那一四位 中路上来说 这一位 时间一天到 下来 比赶紧 做得了 做得了 没有 长老子是 时间一天到 时间一到了 我们预备心来做一半 对不对 但是我到一些教会去 上帝的一句话 就说 时间一天到 不过人 为什么 时间到的时候 来的人还很少啊 不是吗 来的人还很少啊 膝盖一点 我们这里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我们能够做得比较多 那这之前的空间 好像比较强 所以 因为要想当时 抢位置 要抢位置就比较早了 现在不用抢位置 那就比较晚了 好 如果呢 来 就是膝盖一点 那我们要去跃行的 但是 我就上台跟他们讲的 第一句话 刚才私会的 时间的评告 但是我说 没有 你是不是 人还没有道 人还没有道 所以后来 像是有些教会 当时后 他们没有牧师 像是跟跃行我去讲一次 我第一次就给他们下指挥 然后后来呢 他们后来 第二次 诶 我回去 反正不得了 大家都打 有没有 大家都打过了 然后我上台也出赞了 哇 今后 今天大家都没有 都没有 识大 等等等等 后来他们跟张大 来跟我讲 牧师 我们上个礼拜 有特别报告 说下礼拜是你要来讲大 说这个礼拜是你要来讲大 大家就平方自己 这个老礼拜 留情前牧师被拉 所以请你们 下礼拜千万不要识大 所以 我觉得人性还是个诈 知道吗 人性还是 背贱的 就是 特别是我们的乌师要来 人才 做乌师来做礼拜 如果乌师 这个乌师可能在 那个赛赛赛 好 这就是人的信 不过呢 要知道的一件事 日期不是我们决定的 是上帝所决定的 当然我们要去见上帝的日期 不是我们决定的 好 不过这个讲到的日期就是 就是时候到 上帝拆他的脖子来 那在他 之前所命令的一切 都会发生 好 那就借着传养的功夫 指上帝的仆人所做的传道是说 他的道就是指上帝的话语 现在就是圣经 而耶稣基督正是传道之人 他也是道的本体 那这位主将道显明 并且征服人去传扬他的道 也就是说 借着传扬的功夫啊 他的道显明了 这个道显明了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耶稣基督 作为道所成的肉身 然后就 就什么 就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世界 要宣绕说 时候到 然后呢 神的果尽呢 你们要回感谢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呢 把他的传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显明了 就是他找到了一些人 然后吩咐这些人 去把这个道传扬出去 传扬出去 所以呢这里 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 他是传道之人 他也是道的本体 好 那这个传扬的责任 是按着上帝我们救助的命令 交托了我 上帝我们的救助 指上帝就是我们的救助 他就是我们的 我们救恩的源头 命令交托 亦一直传扶于不是志愿的工作 不是人要为上帝做什么 乃是上帝将责任托付给了我 所以请记住 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 哦 我的各位主做这个做那个 主啊 我在这里请参谦我 你在这里请参谦我 他就要参谦了 不一定啊 不一定会参谓你多大 但是他就拣选了一些人 把那个道托付给他 那保罗说 我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而在他的命令中 他把这个传长的责任交给我了 交给我的 是上帝把责任托付给我的 所以在这个前书九章 就讲到说 我传主义也没有可能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我若不传主义我便有过了 我若不甘心做这事 就有啥字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了 有没有 有没有有点三生无奈的感觉 对不对 他只是要抗复着说 其实他说 我现在被上帝所拢罢 我被上帝的福音所拢罢 也就是我的人生就剩下这件事 我的人生就是完全要为了这件事 而燃烧我的生命 所以他我若不甘心做就有啥字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了 这就请求世上帝 我妈妈叫我世上帝 我世上帝 然后就被他讲 我依你感官不世 不感官不世 你让老婆在世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发心发热意识的行为 你不甘心不愿 也可以是呀 你不甘心你打货 那就慘 对不对 所以你是乖乖乖的 不要发怨你 然后叫他乖乖乖举举的行为 不保罗只是要强调说 我作为上帝的福人 我被上帝所拣选 然后我要做这件事 然后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了 保罗的自我介绍 有一点复杂 为什么 然后他们说 我是上帝的福人 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还有 我从救主上帝那里 领受的一个命令 就是传扬上帝的道 然后在这里 我传道 是为了要增进选民的信心 也是要使他们得到 敬捷的知识 各是要取得有真的判官 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纳 整理成这样 那这样子大概 对于定解 保罗的自我介绍的部分 我们就比较没有 就能够了解 然后他这篇信就写给谁 写给提多 有没有 他写给提多说 这是照着我们共性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好 那么这个提多 他和提多 他和提多同样 是保罗的得力助手 同样被保罗称为 属于的真儿子 那么提多是希腊人 那保罗的那个提摩太士 他爸爸是希腊人 没有 然后他的妈妈是 是以色列人 所以呢 这个提摩太士困解 而提摩当初是完整的 他就是一个希腊人 好 那保罗跟爸妈 曾经把他带到耶路撒路去 所以呢 在那个使徒行 赚十五章 耶路撒等大会的时候 我们只是到保罗 有带一个外邦去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是谁 可是到了 这个应该是 到了 迦太士第二章第一节 就有提到 说保罗跟班牙拉法 把他带到耶路撒路 与使徒跟张道民开会 会议上面的决定是 像极多这样的外邦人 不需为了得救 而遵循犹太人的律法和礼儀 不需要这样的 好 OK 那么再来 那圣经中提到 提多的名字 共达十五次之多 其中 哥林多后书编站了十一次 似乎显示 提多跟 哥林多教会 有比较深切的关系 所以哥林多教会 是叫保罗 很头痛的教会 但提多代了保罗 到那里去的使命 确实相当之宗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平伯太后书的第七章 跟第八章 都有叙述 还有 平伯太后书 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也有这样讲说 我从前会进入的回到 克洛亚 主也给我开了门 那时 因为没有遇见兄弟 比多 我心里不安 愿辞别那里的人 往马骑过去了 所以在 这个保罗跟提多之间 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保罗行动他是 我的伙伴 一同为你们劳碌的 这是哥林多后书 保罗先给 哥林多教会的说 这个人是我的伙伴 一同为你们劳碌 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保罗 什么时候跟提多 一起来到佛林区 但一般相信 应该是保罗 第一次在罗马 入狱之后 入狱之后 他有一段时间 就被遇到事吧 那我们就不要说 他在写提多书跟 提摩太后书呢 写后书的时候 是他第2次入狱之后 他第2次入狱 接下来就没有放出来 之后就被砍头 他第2次入狱的时候 他写下这些出信 所以就等到说 诶 他已经一同来到 哥林匹 再来照着我们 共性之道做了这个儿子 而共性之道就是 他们两个人 有相同的信仰 而真儿子 就是属于的儿子 是借着福音所生的 可见呢 保罗跟提多之间 他的感情深厚 而且呢 有很亲密的情感 好 那么依照实情绪来说 提多就应该是 提摩太的前辈 神败 就是他们师兄 愿恩惠平安 从祝上帝 我们的救赎基督 耶稣归于你 在经文里 恩惠就是生命 而事奉是需要的 属上帝的力量 恩惠 恩典 Grace and Peace 对不对 Grace就是 我们规德而得 或者是原本不属我们 如今赐给我们 这个叫做恩惠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来的 是从上帝那里的课 而平安是 不管环境多么的险恶 我们心中 都能够从焦虑 惊慌跟沮丧中 得到自由 也就是 我们的平安 无受环境所影响 非常有趣的说 而来的 焦虑 惊慌 跟沮丧 所以这就是平安 而这样子的平安 不是我们自己得的 也是从 上帝那边来的 从上帝那边来的 因为呢 我们一般 凡夫俗子的平安 是看看口袋有多少钱 有没有 钱越多 他可能越平安 工作越安顾 他可能觉得越平安 但是呢 事实上 例如是 我们他这边讲到的 这个恩惠跟平安 的确是超越我这个平安 还有原本不属我们 却能够得到的恩惠 都是从 父上帝 他们救主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圣父 跟圣子的相连 就成为恩惠 和平安的源头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 那个第五节 读到第六节 第五节读到第六节 来 我从前 留你 在哥哥的意义里 是要想你 没有办完的事 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 分布你的 在各种 设定长老 若有 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 一个 妇人的 丈夫 尔语也是信徒的 没有人 告他们 是放大 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 设定 OK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他这边要 设定 要设定 长老 好 我从前留你 在哥里里 也就是 所以这句话就表示 保罗在哥里里 曾经做过 传福音的工作 这个哥里里呢 如果你现在看地底 叫做 克里特达 也许我也学 西洋史 有学过 这个克里特达 在地中海 那边的一个达 琉璃在哥里里 做过传福音的工作 虽然 那个 这个 《使徒信》 段二十七章一到十三题 曾经听过 保罗被押解 王 罗马 的时候 曾经来过 哥里里 传停在那里 在那个地方有上岸 那不过呢 保罗显然 不可能 在那个岛上 自由的传道 建立教会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 去到了哥里里 这个就有些证论 因此之类说 把提多留在 哥里里 必然不是那一次的事 而是保罗在 第一次 在罗马被求 得释放以后 到了哥里里里传道 好 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 就把提多留下来 好让他把没有办法的事 都办成极了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论 他第一次要到罗马 那是因为说 可能什么样的预复 传停在哥里里 他来到这个岛 看到这边的神 他一看到就知道 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合场 传福音的合场 所以他就 思思念念 在这个岛 然后等到他 后来就放出来之后 他就跟提多 一起到那里去 然后在那个传福音 还给建立了教会 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 保罗又必须离开 必须离开就表示 他在这边建立教会 还没有完整 还没有完整 就是说 还在 还在那个 可能他建立 然后这群人打一个 有了一群人 但还没有建立组织 组织 就是要有长达 要有执事 所以他就把提多留下来 好让他 那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的事 都换整齐了 好 那么所以他就 什么 他就这个 这件事 保罗在信上 有提出的 要照我吩咐你的 在各承设定长老 那这句话 非常明确的表明 当保罗离开格林里的时候 格林里岛上 已经有 离去的教会 已经有的教会 但是还没有组织妥善 还没有完善的组织 因此保罗就吩咐提多 要尽早在各教会 来案例长老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 似乎把 胜利长老的事物 交给提多 全全处理 因为 当时候在教会中 明摆真理 了解信仰的人 其实并不多 并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有时候 我们在教会 特地长老执事 都是选群的 或者是 有一群 一群 可能是 我们共同充满的 教会的领袖 一群人 来决定 执事为何 所以有些制度上 可能长老 长老 只要被暗入做长老 那么他就有权 自己的长老 来决定 教会的执事 由谁来担任 但是呢 像我们长老会 就没有 毫无悬念 长老也是用选择 那执事也是用选择 不过当时候 保罗教 提多 来社会长老 暗议长老 就是给他全全处理 然而 大概是因为 当时的教会 很不成熟 没有办法有信 公规或选取 必须有提多 自行到选 所以呢 这个人 又不可以有私心 不可以有私心 如果有私心的话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因为他就会照着 跟自己 比较类似的 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记忆里面找人 那个比较猴腿的 那个比较拍马屁的 平常呢 这个 安前马后呢 常常在身边的人 有可能就觉得 嗯 我比较信任人 你们来赶紧长老 但是这样的选择 我们可能 就有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在教会里面 像当老教会 是用选举的 这选举的时候就这样 就是有些人 实在你 有点讨厌啊 像我当默契 这个人常常找我 对不对 我们就会祷告 让他不要当权 对不对 当你这样子祷告 你不要祷告 还是 你祷告了 他第一轮就当权 第一轮就落败 怎么样 对 这件事丸丸 以后开始长职会不得来 但是事实上后来 我有思考说 上帝为什么把这样的人 放在长职会里面 为什么不让我们大家 都很合一 对不对 我也很喜欢合一呀 只有我讲完 长职就有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重心平生 对不对 退 有事在做 无事退朝 这样做好 如果我们把牧师当教 这样做 都不会有疑虑 对不对 然后如果有谁敢吐槽 来来 拖出去 站了 这样子的 不会很好 但是呢 来的都是因为 上帝的做法 不是这样 上帝有的时候 就安排 一两个 所谓跟你常常不同意见的 然后再来 所以我们 你看这就逼着我们 要在思考 任何一个议案的时候 一定要周曲 一定要缘容 嗯啪 哄你无堪 无啪 在那个地方挑剔 所以在这里是 帮助我们思考上 够缘容 然后但是 而且当你思考上 不够缘容 而人家提出挑战 或提出你 或者提出一些 不同的意见 来吐槽的时候 我们还要非常欢喜 欢乐的 谢谢你提出的意见 哇 那你这个意见非常好 就不如竹肉门 虽然他在挑战的时候 那所以其实 这样子都会使得 教会的事工 运作如一 这我真的就相信说 好上帝自己拣选 然后他会把感动放在 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然后他们就逼着 然后就选择这个人 做事 选择那个人 做转套 有些人 表现得非常敬虔 却没有安全 为什么 因为那是在你面前的敬虔 然后他们都知道 他平常怎么为人 而只要他在我们的面前 就马上切换 敬虔模式 有没有 然后呢 只要离开我们的连线 跟大家在一起 又千万会放弹模式 所以大家了解 这样的 大家有问题 这个人很不错 为什么没有 如果真的 照顾我可以决定 一定他 就进来做几事 但是因为 是上帝把权力 交给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来选 对不对 一起来选 那当我们选出来以后呢 这一群人要做这事情 弟兄姐妹 那你自己就要 这是我们这次选的 那我们就必须配合 我们就一起 把教会的工作 把它兴盛起 好 所以其实 到底 长导跟时事如何产生 在每一个不同的教派 有不同的关键 好 那再来一下 长导的条件是什么呢 只做一个妇女的丈夫 这个在提摩泰前书 出现的不是吗 那个 保罗要求 提摩泰 说你要选择长老 还有选择执事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 这个是做一个人 一个妇人的丈夫 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 首先可能是指 他一生中 只娶过一个妻子 或者是 他只有一个妻子 没有立切 如果是前证 那就是即使妻子死了 你也不可以再娶 如果娶后折 就是指 做监督的 必须严格遵守 一夫一妻治 这是上帝从起初 创设婚姻制度的时候 所定的实地 我想这次 这样的解释 是不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说 他是遵守 一夫一妻治的 所以他除了妻子之外 在外面 没有其他人 这样子作为长老 其实第二 儿女也是信族的 没有人 告他们是放荡 不服约束的 这一点基本上 你跟提摩戴前书 第3章第4节 的条件下 只是 措辞 有一点不同 至于放荡 一词 的希腊文 跟路加福音 15章13节 那个浪子回头的 名誉里面 说到那个浪子 任意放荡 浪费私财 那个说法 是一致的 不服约束 则是指说 他这个 不服约束就是 顺服的 反面 就这个孩子 他的孩子 必须能够顺服 而不是不服约束 那这个孩子呢 是要节制的 就是呢 没有人告不告 你看他的孩子 很放大 他的孩子不服约束 所以他 如果一可做不经的 在家中不能 顺服 则表明他缺少 做长老所需要的 同情跟坚定的一致 自然也不适宜担任 这样子的责任 那为什么是同情跟坚定 自己的一致 同情其实是什么 因为有点像是同理心 没有 所以当你的孩子 犯错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 犯错的时候 那那个 这个为 你要严厉的责备他 还是你能够去体会 他的无奈 然后当他犯错 他希望得到的事 不是责备 而是什么 而是饶恕 那你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几心 你比心 然后呢 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 先怎么样对待人 然后呢 与谣述述 所以你就必须 要能够 眼观四面 很丁八八 去同情一个人的 处奸胆的处境 否则的话 他做的长老 他一定把自己 立为审判官 我们要立为审判官 所以呢 就表示说 家庭 事实上是一个 教会的缩堤 或者是 教会 就是家庭的放大 有没有 那所以 如果你在家里 是个家长 那么在教会 成为教会的家长 就是长老 长老 那你就必须 在家庭里面 你如何经营一个家 就要如何的 来面对 这个教会 好 往后呢 我们再来看 第七节 到第九节 第七节 到第九节 好 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七节 到第九节 好 来 监督既是神的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依旧滋事 不打人 不贪乎 义之财 乐以接待远能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自实 坚守所教真实的 道理 就能将 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又能把 争辩的人 活倒了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又变了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条件 好 这个监督呢 英文叫Vatia 长老呢 这叫Vers 其实监督就是 长老的同意词 那长老是指 他的身份定位 而监督支持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要监督 那看这个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把有问题的挑出来 如果教会有问题 你不知道 而且没有解决 这就会 为什么 这就会指出 教会的癌细胞 癌细胞 所以我们身体要检查 没有 检查之后呢 就来知道 那里身体有没有问题 那要去检查 像我前阵子就做了一些检查 那检查之后 出来 他上面说 阴性 阴性表示没确诊 那就表示OK 虽然肺子输高一点 但是最后发现 还是怎么样 最后是阴性 好 那就表示 这方面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并不表示 其他地方没有问题 好 那检查出来 就知道 是结果如何 那这个监督也是这样 监督要真的 有点关事 没有硬包 看着教会里里外外 还有看着信徒 在教会之中 跟教会之外 不仅在教会的生活 还有在家庭的生活如何 所以 所以他的长导人的工作性质是 做上帝的家 管理上帝的家 管理教会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请记住 管家不是东家 东家就是 他是主 他是主人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是 受罗代理者 管家不会利用职权 求自己的好处 也不当浪费主人的财物 因为准备向主人交账 管家应该忠心而有见识 按时后分两时 还有管家应该通晓神的 奥秘识 不怕你的论断 也不去论断人 所以在国家福音 在马派福音 在哥林多前书 我们都找出了管家的 跟管家有关的 他的一些条件 以及他主要做的工作 好那你去拿着上帝的管家 林多安西里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人的眼睛 怎么样 都定在你身上 有没有啊 事实上 事实上 牧师就是 就是长老 牧师就是长老 所以我们在长老教会 体系里面 当你按理牧师的时候 就是按理他做长老 但是他跟一般的长老不一样 他是属于教导的长老 其他的是智女的长老 那这位牧师呢 他是全职的长老 而其他的长老 是代职的长老 这是不同的 所以是长老要救人 要被按理 牧师要救人 一样要被按理 所以 适不适合年轻 非常年轻 就按理做牧业 像我们台湾 台湾神学院 台湾神学院 其实有一些 我任何过去到现在 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很多学生大学 毕业22岁 不对 那那个当兵 男生当兵的话 四个月 那女生要不要当兵 不用 像台湾神学院的院长 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 他就是大学毕业 22岁 就进到神学院 然后读读读 读到25岁 他就毕业 他是25岁就毕业 然后在教会 做传道 两年之后 跟我一样 我是两年之后 按目 他两年之后就按目 所以他27岁就按目 那一年按目之后 当然就读 他其实很特别 是没有在教会 读会 他就到美国 去读书了 读读读读读 读到哪 到博士学位之后 我就回 然后就回到学校的教书 怎么样 所以他的读会 也只有在传道那里 这样子 好了 那么他感受一下诗诗的 领域的计划 所以就如此 但是像如果说 今天你25岁就做传道 27岁就做牧师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说这个人完全没有 社会的经验 所以他会面对很多艰难的状况 他会面对很多艰难的状况 那我那个华省 华省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你刚毕业他不会让你进来读 他要让你在外面有一些的社会经验 要有几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再进来读 有没有什么 是各样的 到底哪一种 你叫 Nomalinos 没有人知道 不过呢 我们可以想象 三四二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大学毕业 的大学毕业生 跟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有没有差 差很多 真的是差很多 以前的大学毕业生22岁 可能他的成熟度 是现在 还现在学生的 25 6岁 可是现在的大学当毕业 看起来怎么样 就像高中毕业而已 他的成熟度 而且他每天都在玩gap 你知道吗 他们每天都在玩gap 然后都在facebook 都在instagram 都在那边来来去去 所以呢 能够 认真 求学 认真思索的人 不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现在 很男神的 学生 道授学生 网起来 拉起来 掌掌 拉起来掌 可是呢 可是 圣汪就比较不一样 圣汪的学生 曾经有一段 有一度圣汪的学生 奇怪 我经常课堂上 好像进入松年团记 好像进入松年团记 因为 有一堆 退休 然后来 特别是军人退休 有时候军人退休 大概在四五十岁 然后他们就进入 对 我们昨那时候曾经 教组一般好几个 都叫做准将军 可能都是中校 上校 中校 退下来 他们都很敬天 然后来学校 他们年纪都不大 不大 但是他们都做了 退休 当然也有些 提早退休 六十岁左右退下来 好 那么我觉得 奇怪 我在台省看到 都是二十多岁的 吉亚长 他来到圣光 看到了都有点年纪 那这几年教 就看到有点年纪的 圣光成全有些未婚的啦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那事实上 与伯 跟年龄不一定有密切的相关 但是你要作为一个监督 作为一个长老 要拥有好的 社会经验 是必须要的 首先就是要无可指得 这个无可指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你在言与行为上面 要极为严谨 你在处事态度上 要谨慎 要渊柔 要面面巨大 其实你要求一个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做到这件事 很难 当有人在分争的时候 你会当一所担心 那两边在争执的时候 你可以来到这边讲讲话 来到那边讲讲话 然后成为 Peacemaker 成为使人 恶务的人 这种呢 一方面你要去劝价 你要去劝勉 不要不够打 有没有 不够打 所以其实我比较 我个人还是比较反对 因为耶稣三十岁才出来传大 那如果三十岁以前就出来 你敢我 你必要说 我后 有没有 所以我也是 我也是三十岁出来 就效法基因 三十岁出来传大 要本来想做佛三十三就好 没想到 又多佛任的事情 不过就是说你的成熟度 必须大到让人 幸福 所以我想说耶稣 其实耶稣不应该那么老实 因为祂太年轻了 如果祂是五十岁才出来 应该不至于 因为祂三十岁 就出来了 在班时候 可以出来的年纪 祂就出来 然后 就使得祂就简卷起 献对去 而祂的话呢 就像养正的利剑 刺透人的心肠肺腑 所以祂的利剑 罪了非常多的人 最后终于把祂送上了十字架 好 必须 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就是 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家 构定的 没有什么可以捉拿 OK 好 那我们先到这里 那无可指责 再延续下去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宜久之适 等等 我们下一节目 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 好 谢谢大家